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一節頭條新聞 因為我們 較早前 我們應該率先報導 這個 兔丁大王 王光榮父子 被人 ICS拉了 新界很猖獗的 集團式兔丁活動 當然是 出現了警號 當時我們收到消息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報導 而消息出來之後 我們報導完之後 當晚 廉政公署開記者招待會 交代這件事 因為始終爆不住火 這麼大的集團被抓了 而且這件事是一件很大件事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不單只是這個 ICS傳網的問題 另外也是關乎整個新界原居民這個 丁目的問題 以及香港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我們這一節也是要繼續跟進這個兔丁大王的事情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月費贊助 以及社交媒體share 廉政公署早前拘捕懷疑非法套丁的丁屋大王 或者村屋大王 黃光榮父子 然後 也抓了一些涉案的藍丁 據說抓了一百人 回到調查 有部分是在 英國的 衛生界 在這個 集團式的兔丁的犯法活動 其實就是敲向了一個警鐘 翻查黃光榮家族持有的土地 發現其中位於錦田樹屋附近有20萬呎的池塘地 早已分拆成多個地段 並授予不同軟居民 完成兔丁初步的步驟 但是過去七年 涉事的地段提出76宗丁屋申請 地政總署沒有批出任何一宗 他更加表明 正在調查地段涉及兔丁的投訴 不排除轉交執法部門 估計 整個項目收益可以到達8億 但是現在有機會難尾收場 團體認為 黃光榮其實已經被抄家了 他兔丁的生涯告一段落 其實不是抄家 是玩完 黃光榮之前我們收到消息 他一個人把所有的罪名攬上身 當時我們這些 密報 密探向我們報料 他們的律師來代表他們的時候 他說不用了 我說了 我全部的罪名攬上身 不關我的兩個兒子事 一個人企圖把所有罪責攬在身上 黃光榮 被拘捕了之後 他透過 黃潘律師行發出聲明回應 一直以來都很低調 沒有再 說其他東西 他的律師行網頁 也由原本打正旗號 以新界人脈和處理村屋經驗為招來 現在收起全部內容 律師名剩下黃光榮的小子 次子 黃威信一個 黃威信一個 黃威信一個大兒子 次子應該是黃德信 黃威信就是 鄉黑 的律師 當年721他有份拿著棍子去打人 他俄稱 幫忙禁停人 實情 當然不是 村屋大王 以及他家族手上的土地 其中有黃光榮妻子林耳薇 持有的惠利龍有限公司 13年 以近4000萬元向鄧氏原居民買入大片的祖堂地 地點是位於錦田水美村三個大型的池塘 涉及面積有20萬平方呎 好大 惠利龍之後把地皮分成97個地段 2014年把其80個地段全部以均一格10萬元同日涉釀給不同人士 全部都是姓鄧的 這是典型的套丁手法 拆受地段後 政府同年在池塘旁邊 興建一條400米的車路諮詢公眾 車路 已經是 完成了 員工了 當時 有人跟他合好 他們 發展這個地方 立即有政府的地上升 他們的路通了 就可以賣得好價了 有一個專門研究兔丁問題的長春社 在16年揭發這件事 如果田平上述池塘興建丁屋 將影響有400年歷史的錦田樹屋 則而政府修路 配合丁屋發展 傳媒當年也有報告這件事 不過事隔了五年 記者再到現場視察 發現仍然是一片池塘 甚至被植批和雜草覆蓋了 沒有一些發展的跡象 記者跟著就向地政總署查詢 說 自14年5月 至今共有76宗涉及有關地段的丁屋申請 其中15宗因為不符合基本條件 以及沒有提供足夠資料 已經被拒絕了 當中有7宗被拒的申請個案 已經再度提交申請 不過現在 沒有任何個案禍批 地政總署更加指 現在正跟進這個地段涉及吐丁的投訴 如果發現涉及虛假情緒或是詐騙行為 會轉交執法部門調查 新建丁屋 這件事 不但做不成 現在還在被人查 黃光榮父子因為曉門吐丁被廉署拘捕 錦田項目是否可以建屋 也會添了變數 記者翻查涉事地段的土地註冊資料 發現其中7宗 2014年由惠利龍 是10萬元賣給 幾個姓鄧的男子 那人全部姓鄧 4宗已經先後於17年和19年 被惠利龍同樣價錢回購 另外3宗也說10萬元轉讓到3宗姓鄧和姓鄭人士手中 顯示 有藍丁 想退出項目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件事 其實也蠻嚴重的 整個錦田池塘 本來可以建八十棟丁屋 如果全部賣光 大約有八億收入 現在申請停止 停滯 如果這些上述 是策售給那些藍丁 的80幅 也代表扣來一個丁權 每個丁的價格是25萬 其實差不多30萬 可能也算佣金 收丁已經是要2000萬 再加上當年政府的4000萬買地 項目沒有計 填堂律師費等其他的成本 最少要投資6000萬 再加上去 一般的丁屋 其實要發展 大約要有10年時間 如果要套丁 因為從這個項目 要套丁然後退場 然後 把他賣給他的發展商 然後把發展商拆開來賣 其實要搞很長時間 雖然很好賺 但是 時間也要搞很長時間 這次 王光榮被捕 基本上 使得所有的丁權的參與者 甚至乎買丁屋的人 人人自危 也不知何時會被拘捕 他就說 前年 沙田的套丁案 一直令到這個套丁活動減少 但是之後就再度活躍 因為套丁涉及很多不同的發展商 廣泛利益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套丁一直以來都是鄉黑的 這個業務 你不是鄉黑 你根本做不到這些生意 所以這次的套丁被人這樣抄家 意味著 現在鄉黑 他們最多的收入來源 就是那些丁地 就是那些地產 當然啦 走私 其他東西都有的 但是那些不是最大的錢 最大的錢是在房地產 大家想一下 有哪個圍頭人發達的 每個都是套丁發達的 是不是 當然啦 侵吞民業 侵吞民業 也是發達的竅門 但是那些未必會有資格 這次 這個舉動是令到很多 新界的鄉黑 已經是 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有很多很迷失 上星期我們喝過茶 然後 也是再去問回那些資料 現在他們那邊的人 十分之害怕 因為 現在他們覺得 他們就快到了 他們就快到了 他們不是說你一般查不到啊 我們全會現金交收 我們全會查不到啊 我們全會現金交收 我們全會查不到啊 這是甚麼犯罪證據 不是的 很多東西要搞的 很容易 將那些東西很容易去抓得到的 因為你 做的那些東西全會有個手影 這次整個鄉黑 可以說是人人自危 現在 政府 將他們斷水斷糊 不讓你 現在 已經不是限聚令那麼簡單 現在是用這個 廉署 加上 地政總署一起做事 接下來我相信會打擊得這個鄉黑很厲害 鄉黑 在整個地方勢力的版圖 也會慢慢萎縮 因為以前 他就需要你這種人 但是現在不需要 現在中國通解的是這種人 所以 他需要尊重你的 的機會越來越小 當然 現在我們看到 鄉黑 接下來的利益 是被人 一步一步蠶食 之後會怎樣做呢 發展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贈